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意 如谁的意 如意之名 乃皇帝陛下亲赐 你不要张口一个皇帝闭口一个皇帝 如意 我是皇后娘娘 叫她出来 娘娘稍后 刘盈 你到前边来 如意拜见皇后陛下 太子 你对他说 弟弟 日前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个东西母后想看看 休想拿走 那是我的 母后说那是怀银侯谋反的罪证 要交给廷尉收藏 我的东西谁不给 放肆 臣妾去哪儿 母亲 这么少 别 我放肆 你放肆 跪下 是这个吗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 谁也不给 躲开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拿下 是 娘 皇后陛下 太儿也有无知 你这饶了他吧 皇后陛下 使劲打 爸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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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弟弟 你认个错吧 师父 娘 母后 儿求 求你了 皇后 皇后娘娘 这 帝阳侯 何事 恭喜皇后娘娘 皇帝陛下已经大败陈希 平令戴照两国现夜遗失洛阳 陈希呢 朱沙了吗 陈希已知身逃亡匈奴 乱臣贼子 怎就让他跑了呢 还有一件喜事 梁王彭月 不认识 回宫 银河亭香 打了多少下 娘娘淑妃 小人 忘了就从头打 一百下 是 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别打了 别打了 赵王恕罪 小人遵命法打 实属无奈 别哭了 不苦劳 等我找大了 绝不饶他 是 娘娘 何事啊 传旨速被车马 天明启程 娘娘 陛下称帝不久 义姓王接连谋反乱朝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彭月盖世萧雄 寄予天下 威慑朝廷 既已秦祸 绝不能赦免 本后 要亲父洛阳 面奏皇上 梁王彭月 叩拜大汉皇帝陛下 彭月 朕命你惠师邯郸 共讨臣夕 你应和吕昭不至 是 微臣逝时 疾病缠身 尚无力应兆出征 故派一匹将前往驻战 嗯 淮英侯韩信 严并在长安挖地道 你梁王彭月 以临战告病 按兵定逃 是何居心 宣耿义入殿 宣耿义入殿 是何居心 臣耿义叩见大汉皇帝陛下 梁王 你可认识他 回陛下 此乃臣下太徒 你等逆意谋反 是他亲耳所闻 你还有何话说 启奏陛下 耿义身为太仆 不能善尽其职 曾被本王斥责力骂 故而怀恨在心 陛下万物被小人所欺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此乃韩信给你的密信 信中所言 你大概还记得吧 陛下 陛下圣明 能否容护者讲几句 讲 陛下 仅以怀音侯密信为证 还不能认定良王谋反 陛下 陛下不会不知 前车之父后车之箭 日前 陛下尾游云梦 声琴寒信 忠王不寒而栗 见诏色变 今番良王称病不出 充其量不过是以图自保 怎能认定是蓄意谋反呢 照此说来 当年云梦聚会 是寡人陷害韩信不成 微臣不敢 不过当年韩信献上钟离墨首级 尚喜刷不清自身罪过 不过今日良王又该拿什么来向陛下表白呢 刘邦已涉嫌谋反 抗旨不尊 遗物军机等罪 将彭月削去王位 贬为庶人 流放巴蜀 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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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活着 他便如此凶狂 皇上百年之后 太子继位了 我等还能见天日吗 太子还算面善 对树生兄弟一向宽厚 太子再善毕竟是骨肉相连 到时候还不是那个双口婆垂帘听证吗 真到那天我等都休想活命 他会杀我们 他会杀我们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什么事都做得出 他第一个要杀的肯定是我 不满二位皇姐 自我进宫以来 他没给过一次好脸色 他恨我 恨不得将我 生吞 活过 一口吃掉 我等要早做打算 陛下那么宠爱你 何不让皇上封你为后 皇姐你说呢 人家是十几年的杰发夫妻 非就利心 谈何容易 姑姑姑 我在这呢 抓不住 你过来 抓牙 陛下疼爱如意 肺掌利诱 倒不妨一试 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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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皇姐 你何不设法让陛下立刘恒为太子 如今陛下眼里只有契妃一人 刘恒怎能轮到他呢 如意做太子 来日必是皇帝 皇帝变成皇太后 我等都得在她面前称臣 一个善业丫头 竟有如此好命 非让利诱一旦落空 她可救 不好 好 那我等 岂不害了她 姐姐 你去哪儿 带王呢 我等下来 你今生今世 看来是无妄做皇帝了 皇姐不必忧虑 小妹一定要办成此事 如若不成 陛下百年之后 皇后岂会善罢甘休 我 我也摆不脱甘息 皇姐做人太过谨慎 那个双口婆再厉害 她也难抗陛下 等如意做了太子 小妹一定重重谢你 你们快看 是皇姑娘娘 皇后陛下 最臣彭月叩见皇后陛下 梁王 何已成了如此模样 娘娘 彭月冤枉啊 只因臣下有病 未能去邯郸征伐陈夕 陛下便认定彭月 反行一句 便为庶人 千居八属 臣下别无他求 如能回昌邑老家 便永生不忘皇上 与娘娘的大恩大德呀 梁王乃开国元勋 战功累累 一贯忠于汉事 不应该落到如此下场 走 与我同返洛阳 本后饭宴苦见 为你讨个公道 谢 皇后陛下再造之恩 法人赦免良王 你又将其带回 这满朝文武 你叫朕如何交代 陛下 彭月乃乱世枭雄 流放八属 无印于放虎归山 当年赦免韩信的教训 陛下难道忘了 他也想斩草除根 但依照大汉律令 他不够杀头之罪 臣妾可以找到证据 皇后制除韩信的手段 法人是自愧服辱 多亏相国 萧何鼎力相助 不然族制多谋的 淮英侯韩信 怎能束手就擒呢 萧丞相在今干什么呢 暗示设计事无巨细 多由他操持 可谓日理万机 忠贞不二啊 韩信死情可曾说些什么 他后悔当年没有听快彻之见 快彻 启离陛下 快彻原为韩信帐下谋事 能言善辩颇有谋略 韩信齐国称王使 不知何故不辞而别 疯癫于世 至今已有数年 装疯卖傻 以求自保 向来是睡客便士的拿手好戏 请先生肃网将其捉拿归案 臣遵旨 陛下 宫外有彭越摄人求见 彭越摄人 他可有要事报奏陛下 是 速速宣他进殿 梁王还有何花 射人所言 纯属误告 彭越根本不认识他 本官跟你说句实话 此乃皇后娘娘精心策划 刻意安排 就为给你罗织罪名 瞒骗世人 这个贱妇竟然如此狠毒 前者 密战韩信 如今又加害我彭越 这大汉江山迟早要丢在他的手中 大汉存亡之事 我看你梁王是管不了的 本官奉旨奸斩 请梁王见谅 这 我 这 启禀皇后 彭越以碎尸万段烹为肉酱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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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得城门上 这够惨的 来 停车 是梁王彭月 真惨 梁王彭月犯了什么罪啊 选手害肉 不是贬居巴蜀吗 真惨啊 是啊 走走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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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王彭月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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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夜天堂兮 岁月无常 天地荒唐兮 世态严良 昨日君子兮 今日强凉 去日为贼兮 彼日为王 神异荒唐兮 仁异荒唐兮 舌兮兮 舌兮兮 仰能食虎兮 舌能吞向 萤火如昼兮 日月无光 先生 我乃韩戏社人 有事要转告先生 请跟我来 官司 在唱一个 门口再唱一个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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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宽彻 是 是 当年是你说是韩信造反的吗 正是 可惜韩信不听我的话 否则今日还不知是谁坐在这里称孤道寡 告诉 拉出去 扔进游国捧杀 是 到 约了 等一等 你说是韩信造反 罪比韩信 以婴守鹏 何冤之有 有道是 直选废瑶各为其主 臣当时只知韩信 扑之陛下 就是今日海内出平 已未必没有暗中想做皇帝之人 人们当不了皇帝 是因为其勇其智其力其得不被所知 陛下能把他们抨尽杀绝吗 人不能抨尽 独碰快车 岂不愿吗 再者 齐王是快车的主人 为主人出谋划策 尽忠效命 乃是做仁臣的本分 前些时 你曾因丁公布中其主而杀了他 今日 又因快车终于其主而要狠我 如此随心所欲 教你的臣下 何以是从 只能适得其反 人人自卑 人人自卑 彭沙快车是小 汉时社稷存亡时大 往陛下三思而行 你真是个能言善辩的疯子 但言之有理 好 朕赦你无罪 退下去吧 谢陛下 不杀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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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像我 一举一动都像我 敢咬皇后的手 天性胆大 打死刘英才不敢 陛下还高兴 如意险些被皇后娘娘打死 来 如意 站起来 把屁股让父皇看看 如意 罢了 这个女人朕心中有数 你不必理她 来 还是让寡人好好看看你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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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武百正在大殿等你一事 你却在此与爱妃调笑 你身为人君你成何体统 站住 你给寡人跪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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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戒指 你敢斥责寡人 你敢当面斥责寡人 你敢当面斥责寡人 你说 你说我是何的人君 说 说 上咒 你是夏捷 你是混 混 君 我叫你说 我就是上咒 我就是下奸 我就是下奸 陛下 好啊 你个周畅 满朝文武 数百人 就你这个结巴敢这样跟寡人说话 起来吧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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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射你无罪 谢地下 周畅 周畅 你转告文武重臣 寡人即刻别来 陛下 你怎可如此对待夏臣 他是大将周科的堂兄弟 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和 忠厚老实 满朝文武官员 除了萧和曹参 没有不怕他的 寡人敬重他 喜欢他 愿意与之戏闹 让爱妃见孝了 住宿更衣 文武百官还等着寡人 古往今来帝王之贤莫过于周文王 霸主之名莫过于齐桓公 孟子云得道者多助 师道者寡助 有道之君则贤能助也 寡人夺取江山得助于贤能 治理天下也离不开贤能 鉴于此寡人余下求贤令 但与贤能之人应登门拜请 车马迎送 或使一个贤能之士弃至山野 让天下有识之士尽归朝廷 各位若无异议 就速速拟诏告示国人 陛下 就老臣所知 当今天下最负盛名的四位贤人便不在朝中 人称商山四号 一约唐明轩 号东元宫 二约崔少通 号夏皇宫 三约齐礼记 号一南宫 四约陆树 号陆李先生 此四人 上至天文 下实地理 通古摩金 才至超人 自秦末 避乱于商山 彩之而始 凿拳而隐 现已年遇古兮 陛下 若得此四人 胜精兵十万 与吴等拜臣 此四人朕已早有耳闻 但听说他们皆孤高自傲超然事外 自视神仙 不知肯出山否 老臣愿为陛下亲往商山 好 那就有劳先生了 您注意 真爱 您 今天 您 您 您 阿嬷 你 爹 艾菲 艾菲 你这是怎么了 艾菲 有话跟寡人说吗 艾菲 陛下 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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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碧阳侯 已经一诈 又有何事 娘娘 天大的事 皇上 皇上要废太子 什么 废立太子之事 寡人已考虑多时 大汉江山乃五等 出生入死 苦战八年多来 要想江山永固 传四万代 太子是国家设计之根本 寡人观察多年 刘盈性情怯懦 身体磊弱 于是少有主见 亦受他人挟制 很难担当延续汉寺之重任 故有意废流营 立赵王如意为太子 如意相貌 颇似寡人 他的性情举止更像寡人 他聪颖灵敏 绝强好胜 有胆有识 能屈能伸 来日登基称帝 绝不会富望于天下 从来没听说过 废了长子 反倒立如意为太子 这可太新鲜了 这不乱了朝纲了吗 就是 刘盈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说废就废了呢 是啊 耳朵有话 一个一个的说 这君臣上下还有没有规矩 陛下 周昌有话要说 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比你会说话 臣口不能言 那臣其不可为 陛下废太子 臣其奉告 爱卿 你的意思寡人明白 你退下 你退下 陛下 老臣有话要讲 老先生请讲 请问陛下 当今太子有何过世 没有 那就好 太子若有过世 老臣身为太父 首当负其责 再请问陛下 欲力如意 是否与妻妃有关 这个 这是你该问的吗 陛下 公为之事 老臣本不该问 公为之事 但如与国家设计有关 臣便不得不问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昔日进县宫 因重庆立基 顾非太子 另立西齐 是禁国分乱了几十年 为后人所不齿 秦皇不立长子扶苏 以朝归天 赵高 李斯 废长立佑 用胡亥为帝 致使国家亲父 社稷灭绝 当今太子 循规蹈矩 仁慈孝替 众所周知 吕皇后 乃陛下极发之妻 多年含辛辱苦 在广武见 宁可被项羽烹杀 以不愿陛下丧失天下 陛下怎能如此对待他们 请陛下三思 陛下若因重庆其非 便立赵王如意 老臣宁愿撞死阶下 陛下居然丹蚩 已不能从陛下所愿 为汉室设计永固 请陛下明察 陛下 陛下 你 你们 陛下留步 带老夫 带老夫死 带走 你 好你个大胆的殊孙通 皇上陛下特赐 许我代荐上殿 你竟敢拔荐自闻 岂不是玷污他吗 你该当何罪 老先生 你是太子的太傅 你死了 叫谁辅佐太子 你死了 算了 寡人只是随便说说 非礼太子的事情改日在意 退朝 退朝 娘娘 素素有请周昌 书孙通先生 是 请 娘娘 这坟婴侯未免嫁得太大 皇后宴请竟迟迟不到 休得胡言 坟婴侯有恩于本后 珍上酒 你再去请 是 御史大夫 坟婴侯到 皇后娘娘有话请讲 周昌遵旨便是 今日殿上多亏 焚婴侯率先犯言直见 不然太子就废了 本后今天略被酒水以表谢意 请 启奏娘娘 周昌侍卫 为大汉射击 不敢接受娘娘娘的 协议 虽然过得太子 给我 不要 客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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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